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咱们来说一说快递新规 节目就国家邮政局发布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相比现行的管理办法 这份草案增加了许多的新内容 不少条款被进一步细化了 这里边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是末端投递 实际生活当中服务好一点的快递小哥 他打电话让你下楼来取 更多的招呼都不打 直接把快递丢到驿站或自提柜里 让你自己查信息取件 快递小哥之所以敢这么操作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现行的管理办法 对末端投递的规定是比较笼统 只有一句话 就是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和收件人 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要知道规定过于简单 约束力相对就弱 也正因此这份草案增加了不少的细节 比如快递企业未经用户同意 不可以代为确认收件 也不能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递箱服务站等末端设施 还有啊 如果寄件人事先书面约定了 让收件人查看内建物品 快递企业要在运单上用醒目的方式注明 并严格履行约定 为了督促规定的落实 这份草案还增加了处罚手段 那就是罚款 具体金额是违规情况而定 快递企业最高可罚三万 直接责任人最高处罚三千 专家说 这份草案规定的更细致 更全面 处罚手段也比较到位 有利于倒逼整个快递行业规范投递健康发展 咱们就希望新的管理办法 能够让快递服务更到家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面就有明证部表示 从今年1月开始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正式实施 这是我国养老服务领域 第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有数据统计 我国60以上的人超过了2.6亿 各类养老机构却只有4万多个 可以说是一床难求 更令人担忧的是 由于之前养老机构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就导致出现了一些乱象 比如建设标准不高 安全标准比较低 现在有了新的安全标准 就能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 这个标准明确了老年人入住之前 要进行一次安全风险评估 包括老人的日常活动精神状态 感知沟通等等 这样就能掌握老人的身体状况 有针对性的来服务 因人而异 安全更有保障 另外 对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风险状况 比如烫伤跌倒走失等等 都明确了详细的处置办法 总之吧 里面的内容都是经过长期实践 验证有效的措施 它涉及到老人的衣食住行 只要规范操作 那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风险 出台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那是为养老服务安全 划出了一条基准线 大家严格执行 真正做到老有所养 老有所安 好 接着来说 最近江西 江苏 安徽等地 相继发布文件 落实拓宽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范围 其中有一项 账户资金全家可用 另外江西还给出了 明确的政策落地的时间 有数据显示 2020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累计节存已经过万亿 钱虽然很多 却很难打通来使用 比如很多家庭 参加的是不同的医保 年轻人是职工医保 医保卡里是有钱的 老人孩子大多是城乡居民医保 这医保卡里没啥钱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幕 年轻夫妻带着老人或孩子去看病 明明自己的医保卡里有钱 却不能刷 只能够另外掏腰包 目前各地出台的新规 就让职工医保卡里的钱 变成了全家可用 这不仅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也让个人账户里的闲职资金 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当然 这账户资金全家可用 并不代表随意乱用 各省的新规大都明确 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 只扩大到配偶 父母或子女 支付的范围呢 也只是扩大到 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比如门诊时的自费部分 还有药店买药时的自费部分 这就相当于画了一根红线 可以防止个人账户的资金被乱用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全家可用 我们就希望随着新规的 不断出台和落地 能真正便利于民 汇集于民 接下来进入一道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看天下 文章标题 吐蕃鼠劝架到底有啥好看的 最近一段吐蕃鼠劝架的视频 引来好几百万人 围观反复观看 住手 你们住手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亲片 求求你们 不要再打了 对此有人就调侃了 人类发明了电脑 用它就是为了看吐蕃鼠劝架 这话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网友好像的确很喜欢 围观吐蕃鼠 只要有它们这个趣闻出现 都能够被快速地热传 你比如这只吐蕃鼠的尖叫 是不是很耳熟啊 如今它这个叫声啊 已经成了广大网友崩溃时的统一表达 还有摄影师抓牌到一只吐蕃鼠和天敌相遇 它这个惊恐的表情 很快也成了顶流的表情包 那么网友为什么喜欢围观吐蕃鼠呢 杂志分析说呀 首先这动物啊长得萌 让人过目难忘 另外呢 这种动物特别爱好社交 有事没事呢 聚在一块吃东西闲聊天 有意思的是啊 它们还有劝架的习惯 只要你看到两只吐蕃鼠打架 那么必定会有第三只跑过来劝架 然后就像刚刚视频播的那样啊 三个小伙伴互相巴拉一会儿就和好了 这种性格啊 跟咱人类有点像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 网友喜欢围观吐蕃鼠 很可能是因为同好相惜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江西新鱼仙女湖迎来新年巨网第一捕 一下就捞起了十万多斤的鱼 当地的有机鱼啊 按照人放天养额定捕捞抓大留小的特点 保证鱼业生态循环 年产值五千多万 带动周边农户啊 征收致富 瞧这活蹦乱跳的鱼 那真是鱼跃人欢 福州举办了一场关于房子的灾染 三十多个孩子用纸板水泥卵木等材料 制作了各种房屋感受城市的变化 体会房子的温度 江苏一家滑雪场民众踩着滑雪板在雪中撒欢 现场还有演员扮演成龙虾表演滑雪技巧 大家在滑雪场寻找雪去感受雪情放飞梦想 欢迎回来 来看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标题 厨师消失在后厨 前不久啊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 叫2021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 说这个2021年餐饮行业的市场规模 达到了4.7万亿 说未来几年会新增800万个就业岗位 有很大的劳动力缺口 此前人设部发布的 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当中 厨师呢也在其中 不过与此同时 连锁餐厅为了适应快节奏和高出货量 又纷纷推出了预制料理包 对厨师的需求呢 可能反倒又降低了 2021年 预制菜市场规模超过了3000亿 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 预制菜已经做好了加工调味 后厨简单炒一下 就可以直接上桌 不需要经验丰富的高级厨师 所以呢 业内有了这么一个传说 说外卖行业预制料理包 会大大减少厨师的需求 那现在呢 不少厨师也开始做美食短视频 但成功的不多呀 人们看短视频不是为了学做饭 而是看厨师做饭的过程 精湛的刀工 热气腾腾的一盘菜 这种流量无法转化成厨师的收益 有大厨就说了 好厨师啊 永远不会没工作 你要是觉得它预制料理包 能把你这个工作给取代了 说明你啊 就不是一个好厨师 料理包 那只能满足人们 一日三餐的吃饱的需求 要想吃一顿好的 那温度 火候 这些东西 料理包是无法替代的 真正的美味啊 还是来自于大厨 厨师行业的问题呢 是对于职业初期的年轻人来说 厨师那算不上是一个好工作 很多年轻人宁愿送外卖 也不乐意啊做厨师 这就造成了厨师这个职业 面临人才断成的窘境 其实厨师不用担心料理包 会抢了饭碗 对于人们来说 在众多需求当中 吃无疑还是第一刚需 在吃这件事上 咱们一直都在消费升级 接下来说 前面就中国天眼表示 考虑将1%的观测时间 对中小学生开放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规定 博物馆 纪念馆 科技馆等场所 应当对未成年人 免费或优惠开放 今年来各地也加大了 这类场所的开放力度 是备受欢迎 以前从去年12月开始 故宫就实行所有开放日 都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这一次 中国天眼考虑开放 1%的观测时间 那也是给未成年人 又送上了一个大礼包 自从天眼景区开放以来 每年都会吸引很多中小学生 到这里来研学 景区也相应设置了各种公开课 比如天文探秘课堂 手工制作课堂等等 将书本的知识 转变成立体化的模拟场景 让大家可以深入体验 但同学还是希望 能够用天眼来看一看真实的宇宙 这一回中国天眼创造条件 实现同学们的梦想 那真是开了个好头 有调查显示 学生和家长希望多开展一些 课外的科技活动 发挥博物馆 科技馆等场所的作用 现在科普资源相对是碎片化 不少科技场馆展品成就 设施老化 科普效果那就打了折扣 这就需要一些高品质的科普场馆 来带一带头各地整合资源 为中小学生创造条件免费参观 天眼之父南仁东曾经说 吹什么牛啊 把事干了再去说呀 让未成年人享受更好的科普环境 中国天眼再行动 好 接下来聊一聊智能客服 前面有江苏省消保委发布 2021年的分析报告 智能客服不智能这问题 再度成为消费维权的热点 其中有消费者因为货品漏发 与这个智能客服交流了一个多月 都没能够解决问题 还有消费者因为登陆不上游戏账号 在智能客服答非所问的情况下 游戏败下正来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智能客服 在商家眼中 智能客服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效率高啊 面对海量咨询和投诉 智能客服可以把准备好的答案 发送出去做到秒回 在双11双12 它这个作用尤其明显 其次呢就成本低 相比人工 机器人不知疲倦 不受情绪的困扰 更不会要加班费 另外智能客服 还有很强的劝退作用 那些程序化的道歉话语 以及答非所问 给人这个直观感呢 那就是态度是很好 可不能解决问题啊 这些卵钉子啊 就让不少消费者直男而退 无形中呢 就减少了商家的售后压力 有专家表示 智能客服不智能体验差 这个问题啊 商家都知道 但出于成本的考虑 他们依然选择牺牲客户的体验 这无疑啊 是一种短视的做法 要想改变现状 就需要加大科技投入 让智能客服这个技术更成熟 同时呢 相关部门也应该逐步建立一个行业标准 将这个智能客服呢 纳入到消费者满意度评价体系 进一步提升和改善消费体验 智能客服不智能 要我说呀 树立形象靠服务 售后不容马虎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类词 接地气行奖励 最近云南一乡村小学 给20名优秀学生奖励小猪 这事呢登上热搜 学校支教老师就说了 这些小猪啊 都是公益机构捐赠的 之所以这么做 一方面是想激励孩子努力读书 另一方面 希望他们能帮到他们的家庭 对这样的奖品 网友纷纷点赞 说这奖励啊 接地气最实惠 其实像这样接地气的奖励 在不少地方都出现过 你看有学校给学生呢 发甘蔗 因为甘蔗是甜的 这么做呢 就是想告诉学生 只要努力学习 结果那就是甜的 还有学校发肉 发白菜 发活鱼 老师说呀 希望在激励学生 努力的同时 也让家长分享到 孩子们的喜悦 接地气型奖励受追捧 这就叫奖励接地气 学习有底气 欢迎回来 最近高校专业 鄙视链等上热搜 有媒体调查发现 计算机 电子科技 数据学 还有金融等专业呢 高居顶端 而与技工相关的职业选择 仍然被边缘化 采矿 污水处理 土建等专业 即使你薪资比较高 但还是被归为 西洋产业 有专家分析 鄙视链的形成啊 是误解的结果 也是从众心理的表现 事实上很多大学 开设的技工专业 人家是高精尖的技术工作 比如智能矿山专业 它融入了计算机 勘探测绘 调配 等多种前沿技术 污水处理专业 则融合了水力学 化工 机械原理 微生物学 等多种学科 事实上 这些专业啊 都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 另外 专业鄙视链忽视了 学生的兴趣爱好 你像之前 湖南女孩 钟方荣 在一片质疑声中 选择了北大考古专业 当时有网友啊 喊话她的父母 说不要让孩子 选错道路啊 对此呢 钟同学坚定地说 我从小就喜欢 历史和文物啊 专业鄙视链 从时间维度来看 那就是个伪命题 你现在的热门专业 也许呢 几年后就变成了冷门 如果跟着专业热门度 根据脑热度来选专业 很容易啊 迷失自我 要我说 专业冷热 没有绝对的边界 在热门的专业 只学个半桶水 那也是白搭 在冷门的专业 学到融会贯通 也会受益不穷 好的 感谢收看 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想要收看节目 更多的精彩内容 请扫描 皮肤下方阿维玛 登陆近视频 节目最后 是天下与春 请不吝点赞 support 节目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